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洛縣衛生部允許宗教場所室內服務 房東不滿驅逐禁令延期 加州議員住房外遭民眾抗議 亞利桑那反竊選 呼籲不可小看人民力量 支持川普呼聲不斷 落縣華人舉行挺川集會 首先我們來關注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以來 全美各地不少宗教場所被劃分為非必要場所限制開放 週六 洛縣縣衛生官員修改了早前禁止對宗教集會的禁令 宣布恢復宗教場所的室內服務 週六 洛縣衛生部修改了衛生禁令 允許洛縣教堂和禮拜場所在遵守防疫規定的情況下 恢復室內服務 事實上 自疫情爆發以來 落縣的宗教場所因為禁令限制必須改在戶外開放 甚至部分被要求關閉 根據報導 11月25日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 紐約州禁止在疫情期間限制教堂禮拜人數 同日 南加帕薩迪娜市的一間教堂提交了緊急請论書 尋求最高法院對加州的防疫令發布禁止令 訴訟中強調 在長達9個月的防疫令實施期間 加州州長紐森強迫民眾遵從各種嚴厲的禁令 已經對人民的生活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制 且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宗教活動的保護 有鑒於紐約州受到的裁決 12月3日 最高法院下令下級聯邦法院 重新審查了加州對室內宗教服務的限制令 隨後於上週六 落縣決定恢復教堂的室內服務 以符合最高法院近期的裁決 事實上 由民主黨人主導的加州禁止民眾上教堂 卻將脱衣俱樂部 堕胎診所和大麻販賣點 列為必要服務場所 加州牽象市甚至有牧師 為了維持教堂開放 將教堂註冊為脱衣舞俱樂部 以諷刺該州政策 新唐人記者郭曰熙 洛杉磯報導 再來關注 加州眾議員邱慶福近日提出法案 要將驅逐禁令再延長到2021年底 上週五 12月18日 班區安居聯盟集結眾多車輛 車身貼著住房殺手邱慶福和共產主義者邱慶福等標語 在邱慶福的舊金山住房外進行遊行 來表達房東們的強烈不滿 來看報導 上週五 加州眾議員邱慶福的舊金山住處外 出現當地房東組織的車隊遊行 以反對邱慶福近日提出的AB15號法案 該法案將把AB3088號法案的禁止驅逐令 再次延長至2021年的12月31日 並規定租客只需在法案失效日前 支付總租金的25% 即可避免在2022年前被房東逼簽 我認為這很可憐 他們應該怎麼會付錢 如果他們不得付任何租金 這就是我們民主權的權利 這是對民主權的權利 AB15號法案若獲得通過 將延續今年3月通過的 AB3088號法案 房東將不得不在小額法庭上 爭取未付租金 但同時將繼續承擔物業稅 與維護費用 他們怎麼會從小額法庭 有很小的限度 小額法庭只有10,000元 這就是貨幣 這真的會強迫責任 這會導致共和民主 因為社會一直導致共和民主 這就是第一步 自3月份開始 加州多次延長不讓房東 驅逐租客的禁令 不少房東們 哭訴有租客 因受法案保護 而故意不繳租 有些房東甚至陷入了 難以支付銀行貸款 倒賠錢的困境 車對主辦方指出 AB3088號法案被部分租客惡意利用 以受疫情影響收入減少或失業為理由 不繳房租 因此希望以車對遊行 向邱幸福發出抗議聲音 希望立法者了解房東困境 並避免破壞房屋出租市場 新唐人記者曹景哲 王滋意 加州旧金山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 上週六 數千民眾參加了亞利桑那州 鳳凰城舉行的停止竊選集會 多名國會議員在集會上發表演講 表示 絕不接受選舉舞弊的計票結果 來看報導 上週六 兩千多名民眾聚集在亞利桑那州議會大樓前 舉行停止竊選支持川普連任的大型集會 現場民眾熱情高漲 多位議員現身集會並發表演講 亞利桑那州國會議員保羅·格薩拉表示 將響應川普總統的號召 在1月6日向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提出挑戰 事實上 每個週六都有民眾聚集在亞利桑那州首府 鳳凰城進行集會 全美停止竊選的組織者之一 阿里·亞利山大表示 民眾的力量是不可小覷的 多次參加舔船集會的民眾帕梅拉維吉爾表示 儘管有很多不滿意選舉舞弊的人 沉默地接受此次大選結果 但他願意為尋求真相而站出來 新唐人記者說 新唐人記者說 江琳達 李嘉一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採訪報導 韓國超市打造巨型薑餅屋 為社區增添濃濃節日氣氛 歡迎回來 最近 美國各地民眾為了守護選舉的公正性 支持川普的呼聲持續不斷 上週六 不少華人聚集在南加州的阿罕波拉市主街道 他們舉行了抗議選舉舞弊挺川普維護憲法的集會活動 希望美國恢復民主自由 來看報導 週六 多位華人聚集在阿罕波拉市的主幹道旁 揮舞旗幟 支持川普總統 從大陸來美國二十多年的Tina認為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家族與中共的不正當往來 在在凸顯出拜登不具備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資格 因此他決定支持川普 遠離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侵害 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 他們演變得比太壞了 所以我一定來支持川普 我不想過社會主義生活 因為我從那個地方過來的 我現在很支持川普 來美四十多年的Cindy 為了展現對川普總統的堅定支持 提前兩個小時抵達現場參加集會 她非常希望川普能連任拯救美國 自從川普上任以來 我覺得有一個總統可以救美國了 我覺得如果川普能夠繼續的話 真的是可以救美國 在洛杉磯市府工作了二十多年的 何曼琴表示 他們到美國來就是要追求自由民主 因此希望子孫後代也都能享受 同樣的權益與生活 現在我們看到的包括最近 就是一個總統能被電台突然 就是block the screen 然後又能就是 Twitter Facebook 這些他們都能夠審核我們的言論 我們來美國本來就是來追求言論自由 新唐人記者楊洋洛杉磯 洛杉磯下方報導 再來關注 位於硅谷的Sunnyware有一家韓國超市 他們以韓國和日本風味的東方食品為主 吸引了不少亞裔顧客光臨 日前為了迎接聖誕新年的到來 他們還特意打造了巨型的薑餅屋 給社區增添了濃濃的節日氣氛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這個由4000多塊薑餅建造的薑餅屋 花費三個半星期的時間完成 處理在K-market糕點部旁 人們可以在K-market上有更好的購物 他們可以拿照片 帶給他們的孩子 去享受一些事情 他們不可以享受 因為疫情的疫情 榮獲南家2013年和2014年婚禮糕點獎的 有35年糕點經驗的廚師Newton Shen介紹說 這是店主想要回饋社會所做的一份努力 K-market韓國超市今年5月5號新開張 80%的顧客是亞裔 從Filippino、Vietnamese、Chinese、日本、Korea 所以我們其實建立了一個市場 你能夠進去拿去拿去 其實不需要煮任何東西 你甚至可以攪拌一個產品 讓家製的產品可以很容易吃 可以很容易煮熟 在任何情況下 從各式壽司到韓國炒麵烤雞再到湯點 售飾部有上百種菜單供民眾選擇 一些食品目前提供三者優惠 深受亞裔民眾的喜愛 新唐記者古新月曹景哲 旧金山灣區桑尼維爾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